著名代表蕭美琴在臉書上秀出照片 收到來自立陶宛大使送的當地傳統點心 樹蛋糕屏東現場潘莫娃 緊接著在臉書上take蕭美琴 要她來看看屏東特有的櫻花蝦米蛋糕 這屏東特有的米蛋糕 上面有Q版娃娃打棒球 底下鋪的是在地食材 有櫻花蝦 蓮霧 芒果 南瓜 花生 花椰菜再加上小黃瓜 看起來超澎湃 實際找地方媽媽做一遍 食材可以依個人喜好來變化 十五人份 這個是竹筍 香菇 肉 還有鮪魚 紅豆 這是鹹的 這些也都是屏東的特產 一層米 一層食材 再鋪上一層米之後 最上面進行點綴 這一次做出的是小仙女的造型 最後像切蛋糕這樣 大家可以一塊一塊地分享 不是跟我們給人家好吃 我們做起來 我們米做起來給人家 一樣也是好吃 現在人家不喜歡吃米 所以我們就是說 有一個創意的東西 然後就是把我們的米食推廣出去 飯跟這些材料搭配起來 它的軟綿跟濕潤差到好處 好吃 櫻花蝦的味道 還有蓮霧 五顏六四的櫻花蝦米蛋糕 成了屏東特色美食 這一次搭上了 出美代表小美琴的PO文 順便行銷一下 屏東食材 搶曝光 三零七文朱俊傑和陳鳳屏東報導 就是紅豆跟那個 平常 出美